哈嘍 大家好 瑞丸です 欸 我們的海外大佬給的那個情報 這一輪是完全正確啦 官方已經把他的 極限在覺醒 能力放出來了 我們的體屬L-R巴達克 不過今天官方真的是超賤的 他的字版推特那邊 在放巴達克的消息之前 他就把這個公告先出 超級戰鬥錄 全部點進去 這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情報 每次都這樣子 先用這個來鋪路 做我們以為有情報來了 快點點進去那個推特 結果看到的東西完全就是不想看了 後來官方就正式的把我們 體馬達克的情報給放出來了 整體的能力提升得非常給力 就直接過來這邊看一下吧 那一天 海外大佬發情報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介紹過了嘛 他原本的能力 分超體跟集體嘛 對長技 然後 必殺技方面 是一回合大幅上升攻擊 然後這個是 必殺技封印嘛 在超必殺上面 被動那時候 我是有說過啦 只要把他的趴速提高 那麼就會變得很強了 確實啦 官方就是做了他的趴速提升這樣子 只是在他的公告內 是沒有說到必殺技重置這個點 所以等到他正式把關卡打開的時候 再來看看到時候官方會不會有新的消息這樣子 因為到時候這個極限ZAC開的時候 會開他的極限ZAC卡池嘛 如果那個卡池那一台官方真的是願意 把他給更新他的必殺的話 那麼到時候就有機會 OK 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 我們直接就來看一下吧 我們的提鼠巴達克極限ZAC之後的能力 首先對長技的話 就直接去到了超體屬性啦 氣力加4 血攻防120%UP 然後集體屬性的氣力加3 血攻防90% 不過這一點倒是蠻可惜的 這個是屬於比較 一代後期的L奧來的 但是當初他就做了超系跟極系的區分 反而就沒第一世代像 力大部啊 植物販 超二物販 那些隊長系那麼好用 因為他們是全體 只要是像 像力屬的話 就是力屬性氣力加4 血攻防120%這樣 不像巴達克這邊就去到了 要分超系跟極系這樣 就稍微有點 不夠給力啦 隊長技上啦 不過 團將的角色 我們也不太指望他去做隊長 所以就這樣子帶過啦 那麼接著就是他的必殺技 這邊可以看到啦 十二期必殺 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就跟我當初想的是一樣啦 只要這樣做給他就很好了 OK 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給對手極大傷害 然後防禦力大幅低下 超必殺 一回合防禦上升 給對手超極大傷害 然後必殺技封印 完全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樣 那一天我不是說啦 超必殺給他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然後必殺 一回合防禦上升 這樣子就差不多了 不過超必殺這邊只有增加了30%的防禦力 倒是有點可惜 變成這一張卡 我個人覺得是 會心需要 連擊也很需要去的 這張卡 這張巴達克 我覺得這一第4代 這一期間的L-O 蠻重連擊的 每一張卡 幾乎每張的B.S小器 都是開連擊 連擊的話 達到的效益都比較高 比起會心來說 這一點倒是有點麻煩啦 沒開錄的話就山路頭痛 有開錄的話可能就簡單多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最重要的 巴达克的被动 真的是非常的强悍 我个人是觉得这提升很有感 首先就是直接来 自身的攻防100%UP 从70%直接拉到100% 你不能说它多高 但是在这整体的被动上面算是不错了 每个回合开始是攻击20%UP 最大59% 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拿来做香成 所以会蛮高 诶 这边是做香 诶 这是做香加 所以跌到它是159% 然后在超臂上即发动时 攻击再加40% 这一部分就是拿来做香成 所以它的这个是可以达到200多% 是跑不掉的啦 非常非常的高 接着就是原本的被动一样 只是稍微做了一点提升 当敌人一体时 7力加6 然后当敌人两体以上时 7力加4 防御力70%UP 嗯 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就是特攻角色啦 对特攻 Freeza 名称代有Freeza的角色 存在于敌方的 作为敌人存在的时候 Freeza兵除外啦 那个 那个就很少会遇到啦 不过就不管它们了 必定会新发动 然后 只有一次的机会 直接7力加12 攻击100%UP 这个真的是 相当相当的给力有没有 专门就是用来打Freeza的 哈哈哈 像素数的巴达克 5周年 5周年 狗吉他卡池的 一般丝绸卡 通通都是一道Freeza 什么啦 就是必定会行 三张 我记得好像 枝鼠有一张 是吗 枝鼠的巴达克 枝鼠的巴达克 有吗 我才是没有什么印象啦 枝鼠的话就肯定没有特攻 现在我目前已知的 枝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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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鼠的巴达克 都是有特攻Freeza 哈哈哈 相当相当的一页 有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 我是稍微有做了一小计算啦 在彩新的情况下啦 初始我们的防疫力是可以达到 14万左右开场啦 14万左右的开场 然后配上连接跟普注 17、8万是跑不掉了 然后必杀季开下去的话 如果是开到超必杀就乘多一个1.3 上去差不多是有 如果是没有在算普注跟 那个连接的情况下 是可以去到17万上下 不过这个是没有算连接跟普注啦 可是如果全部算下去的话 直接破20万是跑不掉的 然后如果是有开到 一般必杀就是乘1.5 它就是可以去到非常的高 就都 我的计算结果跑到哪里去了 哈哈哈 我直接再来乘一下 乘个1.5 OK 19万吧 然后再配上连接跟普注 26万是绝对跑不掉的 这张的话 不管是攻击能力 或者防疫能力都非常高 在攻击 攻击位面 我看那个 攻略网的计算来说 是有达到 400-500万啦 只要把它的被动 每一回合攻击增加20%的跌到嘛 那么 每一轮都可以打超过500万的伤害 这个是采新的状况 然后同样是蛮连接的状况 如果是直接跟巴达克小队做连接的话 相信它的能力会更加更加的给力啊 到时候等它期限在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啦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特工特工类别嘛 对它的特工类别就还没有放出来 不过我个人议测 应该是跟恐怖的增幅有关系啦 反正绝对就是Freezer一族了啦 这一次的变身悟空是 悟空的话是属于 永远的树敌嘛 巴达克这边恐怖的增幅 或者醉凶一族 这两个类别啦 应该是跑不掉了 就是这个样子啦 巴达克的整体能力 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对我个人而言 这一张的能力给到这样 已经相当满足了 我们打超长关 虽然说防御力可能不到顶级啦 但是把它摆在二号位 还是会很强的 然后在短期战 敌人两名以上 这种战斗路上面 这一张巴达克就更加的狂啦 防御力额外的70% 那一个层上去简直就是夸张 有没有 破个30万左右是有机会的 非常非常的猛啦 不管是它的攻击防御 而且像战斗路 如果我们对上Freezer的话 那个当敌人是Freezer的话 它一开场 直接给你气力加12 攻击额外加很多100 而且还是必定会心 想想都可怕 它一开场直接轰爆Freezer 有没有 当然啦 那个是敌人是Freezer的情况才有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太去计算啦 不太把它给纳入计算内 但是真的是很强啊 我个人是相当的喜欢 而且这张的卡面非常好看 大家不觉得吗 这个巴达克 素质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巴达克的所有能力 极限战的能力啦 就等 23号 它的极限战关卡战事开启的时候 我再来看看有没有办法 以相对简单 或者尽量平民的队伍 来通管它的极限战集战啦 那么就 这次的视频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じゃあまたねー